那我怎麼樣去實踐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導致我後面就走上了一條 大家講的不歸路 所以他們現在目前是把我歸類在所謂的社區發展 其實就像您講的 那是有點錯誤 我其實跟社區發展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我只想說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畢生裡面 能不能盡一點力就是 盡量去讓人跟人之間的一種善意 跟環境的一種和諧 他可以真的出現 我想其實我聽到你最後講這個東西 我想好像你替我們把我們節目 為什麼要做這個節目的目的也講 就是說其實我常常跟Email裡面很多朋友講說 沒有那麼偉大什麼傳達什麼台灣的文化 我覺得沒有 其實想簡直的 簡道的 或是想去扣張開的東西是 人跟人之間嘛 就那麼單純的了解或是關心 或是你覺得那就是愛 那就也是愛了吧 因為覺得這個世界批判的多吧 建議的多 但是真的去做的好像也比較少 那我們只是扮演一種 我們更糟糕 我們只是扮演一種 誰在做我們去拍他 告訴所有人這樣 我們是從中間也得到一些東西這樣子而已 不過我們很希望五年後再拍你一次 不是叫你在碰面啦 我們去看看你到底在做什麼 是不是還是像現在那麼快樂 我想應該是的 而且五年後應該是我生命的另外一個轉折點 那時候我五十歲喔 我通常十年都會有一個變化 好啦 問你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屬龍的 嗯 其實我屬馬 土龍爪妹 龍爪妹 那你是怎麼 你剛剛歲數不錯的 所以我應該是四十五歲 對 可是我喜歡四十六歲 OK 好啦 隨便啦 好啦 謝謝 謝謝 謝謝今天到這邊來 臺灣念真真 跟大家來報感情 講句老實話好像 在錄臺灣念真請的過程中 很少像這一集這樣子 記住那麼多人的臉孔 好像每一張臉 都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管是陽光洗車中心的那些朋友 或者高三五級的那些朋友 好像每個人都有那種獨特的性格 或者每個人是因為他們的工作 或者他們那種不認輸的心 然後反而提供給此刻 這現在中年危機的 哇 一種青屁吧 所以特別記住他們的臉 當然包括張紅雅 如果你要問我的時候 最近看到最雞婆的人是誰 大概就是這位仁傑了 就像之前我們講過幾千幾百遍的 臺灣就是因為有這樣 不務正業或者雞婆到底的人 我們反而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一些 原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竟然發生了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一些所謂的特立獨行的行為方式 反而提供給 許多朋友另外一種思考方向 也許他們並不知道 但也許他們在某一天 所做某些事情 讓許多人改變他們的生涯 甚至生命 有時候想想 做為一個傳播媒體的工作者 其實蠻簡單的 他只要坐在這個地方 嘴巴講一講 讚美一些人 然後很多觀眾 就因此我受到感動 我受到影響 然後結束之後 有時候會自己問 那我做了些什麼 這樣講 對工作小組好像不太公平 但老實說一句話 工作小組比起我來的確是辛苦多了 當然我也要記住他們的臉 因為聽說最近有幾個人就離開了 雖然我有點生氣 但不管他們走到哪裡 我還記住他們的臉 就像我們播出去的某些單元的某些臉一樣 即便這些臉長得並不是很好看 我最後是工作小組的人 利用這機會跟即將離開的幾個朋友說再見 祝福你們有美好的將來 早不知道工作的時候可以再回來 如果這節目還繼續存在的話 又是一次工期實用 但面對他們的時候 我實在很難跟他們講 對他們感恩的心 好像只能用唱 下個禮拜 至現在 可能有幾個人就不在了 但 謝謝你們的幫忙 當然謝謝今天我們採訪對象 更謝謝今天收看節目的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下禮拜再見 謝謝大家